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包装终归是假的 是无法拿出实际的证明的 因此预言的包装毫无说服力 说出来的话跟自身的情况一定点也不符合 这种包装实在是太假 太不可去了 其实这跟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很多商家都在各种宣传时和远方 让人觉得如果没有去过远方 人生便是白过了 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 很多人只好说一些空话 大话 以此来维系笨就脆弱的关系 嘴巴可以说谎 但生活不会陪你演戏 不管自己想得多么美好 多么的了不起 那都是幻想 不屑实际的幻想 一个人如果总是说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话 日子长了 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太靠谱 自然不会跟你合作作朋友 所以与其去追寻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不如拿出自己的真诚与实干精神 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切 怒火之下的气话 很多的气话都是意识冲动 冲昏了头脑 为了发泄情绪而说出来的无脑之话 其实 等冷静下来之后才会发觉 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愚蠢 完完全全就没有必要生气 不仅破坏彼此间的关系 还不能好好把事情给解决好 前一段时间 我们这边出了个事情 有一对夫妻因为一点小矛盾 在车上争吵了起来 一开始 两人还只是提高嗓音 互相嘶吼 到后来 妻子实在气不过 直接下了车 走到车子面前大吼 你要是个男人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丈夫本就在气头上 听到这话更是彻底情绪失控 一踩油门下去就把妻子送进了医院 他们是不爱对方吗 并不是 他们是这边出了名的恩爱 那为什么现在却闹成这样呢 这是因为双方都在说气话 急火攻心之下 才闹出这么一出悲剧 怒火之下的气话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纳破仑说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真正有福气的人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即便对方再无理 他们也依然也可以做到情绪稳定 冷静应对 满是负能量的话语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速 大家所需要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多 有时候即便拼尽全力 生活的压力还是会让你喘不过气来 于是很多人就因此变得负能量爆棚 整天说着丧气话 似乎人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人生将变得一片灰暗 我之前遇到一个同事就是这种人 经常说一些满是负能量的话语 比如看别人加了工资 他就说别人是走后门 看别人的老公对媳妇好 他就说人家是另有所图 看别人家男人能挣钱 他就说别人不知道养了几个小三 在他的眼里 自己的生活是艰辛的 别人的生活也一定是不幸的 大有一副 看吧 不是我一个人在倒霉 大家都是这么惨的窃喜之感 可惜的是 这种人是注定不幸福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浑身散发着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也没有人愿意帮助浑浑噩噩 虚度时光的人 人生如茶 鲜苦厚甜 来一趟人间不容易 带上元气走上一遭 拥抱太阳 嘴角向上 才会发现一切都值得自己去珍惜 去呵护 君子言寡而识 笑人言多而虚 三思自己所想要讲出口的话 不要乱说 胡说 让福气溜走 俗话说 出言有耻 细血有度 一个人说话要有分寸 否则就是惹火上身 有些话只能藏在心里 别说 凡事要三思而厚言 别口无遮拦 否则得罪了人 自己还不知道 遇到什么样子的人 就说什么样子的话 说话要有选择 给人留余地 千万不要多多逼人 作家海明威有一句关于说话的名言 人用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说话是一门艺术 会说话是一种本事 而懂得事实沉默 是人一生中最难的修行 做人有分寸 其实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 说话做事有分寸 一个人在与人交谈的时候 少说自己以下这三件事 就是为自己留下了口德 福气也会越来越多 心底的秘密 谁都有不能说的隐私 说出来 哪怕是最信任的人 也可能把话传出去 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僵局 其实你的秘密 一旦别人知道了 就不是秘密了 哪怕你一而再再而三 叮嘱别人不要传出去 但越是这样 传播的速度更快 成为公开的秘密 有些秘密一辈子都不能说 说了就是祸端 不说是保护自己 是让自己不因为秘密被揭穿 而失去拥有的福气 陈芝麻烂骨子的往事 每个人都有很多过去的事情 或者局域 或者伤心 或者高兴 但一切都过去了 别翻出来了 你的过去和别人无关 说出去 别人不喜欢听 你只要自己留下记忆就好了 过去的东西 都是一堆陈骨子烂芝麻 要是你常常翻出来 就变成了长舍腹 久而久之 别人就会讨厌你 一念放下 万般自然 过去的一切都要放下 而不是和人说起 你每一次说过去 休许就是揭开了过去的伤疤 让那些痛苦的回忆 一次次伤害你 因此 过去的往事不要说 就让它慢慢变大 退出记忆 只有这样 心灵会更加安静 变得积极阳光 也是让自己以后 做一个有福之人 所以 除了埋怨和生气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头 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用来提高自己呢 与其抱怨命运 不如改变命运 与其抱怨生活 不如改善生活 从今天起 不抱怨 积极改变 做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不抱怨自己 现在拥有的东西 不抱怨自己 自身所有的遇见 接纳自己 所有的怨言 不过是对自己 能力的否定 不会就要去学 错了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几句怨言 是无法摆脱 尴尬的处境的 所有的愉快 都是摆在自身 有能力的基础上 才会存在的 自己的成绩 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 就越容易失去什么 例如说 你炫耀自己 拿了很多奖金 结果同事 嫉妒你 变着法子 拖住你工作的进度 导致你再也拿不到奖金 一个人的成绩 已经成为过去 你要是天天说着 就是沉迷过去的幸福 让自己被人点赞 因此沾沾自喜 最后过足不前 谁笑到最后 谁笑得最甜 你的成绩 别说了 要马上着手准备 以后怎么办 如果把成绩巩固起来 出新成绩 什么事情都是推陈出新 你只管努力 不说成绩多少 反而会让自己走得更远 这样的人 福气也会长长久久 越来越旺 做最好的自己 与别人无关 一个人少说多做 用汗水浇灌人生的花朵 用微笑迎接幸福的生活 福气不请自来 见到什么人 跟什么人说话 要有选择 要留有余地 摆出自己的姿态 先听听别人 要说的话题 洗耳恭听 尽量迎合别人的观点 待人家把话说完 千万不能傲慢 还打断话茬 将自己的成就 粘贴到别人的不足处 别人当时不说 是给你面子 生腻是以后 不与你聊天的源头 会说话的人 听别人说 不张扬自己 去别人身上的优点 虚心地去学习 而不是一味地把自己的成就感 全盘托出 自己的成就 只是你自己的感觉 也只需你自己用心感受 说给别人是一种难受 与人聊天是一门艺术 即看米下锅 自己的事 特别是烦心事 隐私过往事 有成就的事 那都属于自己的私心事 自己知道就行 切勿说给别人 说了 别人不一定会高看你 倒会看不起你 背后戳你 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切记话到嘴边留三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